哇两韩还没有开打 南韩的股市已经反映出 投资人的信心非常的低迷 外资也一窝蜂来抛售韩环韩股 加上呢开城工业区遭到封锁 也影响了生计 韩股上个礼拜五 收盘创下四个月来的新低点 而昨天呢表现如何 一开盘呢 这个指数仍然是持续的走低 北韩频频放话开战 非但还没到 南韩股市先被打趴 上周五韩股收盘 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低 八号一开盘持续下跌 COSPI指数最终下跌8.54点 收在1918.69点 COSTA指数下跌18.73点 收在528.78点 汇率一路来到1137韩元 兑换1美元 汇价贬值0.5% 跌到八个月来最低价位 特别是那个 上个星期啊 很多外国外国人那个卖 那个股票 外国投资的时候 那个很担心韩国的情况 所以那个他那个卖掉 我很多那个股票 所以那个 对于那个北韩的印象 对韩国的故事 印象很大 外资一窝蜂撤离 加上开城工业区维持 指出不幸的封锁状态 南韩上百家在开城设厂的企业 面临停工危机 又碰上日元贬值 让南韩经济雪上加霜 南北韩情势紧绷 吓跑外资 向来把北韩叫嚣当作 家常便饭的南韩人 这一回似乎也紧张起来 南韩两大超市出现囤货潮 拿台湾人熟悉的乐天超市来说 名声必须品和去年同期相比 就成长37% 囤货首选的泡面和矿泉水 也成长近两成 不过三星董作李建西 结束三个月商务旅游 上周回到南韩 让部分南韩媒体推估 两韩应该不会爆发战争 否则李建西大可不必 选在这个敏感时机点回国 但不论开不开战 北韩制造紧张 冲击南韩经济 似乎已经在这场心理战中 占了上风 中年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